跟我姐出去了 石燕问郑舒逸 爸爸 你来闻闻 妈妈好香 石姨挥着小手 让爸爸去闻妈妈 石燕的鼻子很灵 她早就闻到了 那是高端精油的味道 精油对于石燕来说 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这味道 跟郑舒逸融合在一起后 就会在石燕脑中 起化学反应 石燕与是心口痒痒的 之后 两人一直陪着孩子们玩耍 别人家都是女儿 长得像爸爸 儿子长得像妈妈 而石燕家正好相反 石姨更像郑舒逸 而儿子跟石燕 简直就是一个母子里 刻出来的 一家人打打闹闹的时间 马上就过去了 终于 孩子能对保姆抱着睡觉去了 之后 两人才迎来了 独树与两人的独处时刻 石燕 郑舒逸看石燕在看书 于是走过去拉石燕的胳膊 高冷的石燕 只是抬头看了她一眼 郑舒逸再次拉她的胳膊 老公 我胸口疼 果然 郑舒逸就是郑舒逸 又开始了她的表演 怎么了 石燕把书放下 没听说你的心脏有问题 所以 你怎么了 你摸摸我的心口 摸摸就好了 郑舒逸忍着笑意 拿起石燕了一只手 石燕由着她 眼睁睁地看着她 把自己的手 放在她的胸口 而且 郑舒逸还向她眨巴眼睛 石燕对郑舒逸的这些小动作 早已习以为常 而郑舒逸 她的小动作 可不止这些 有没有感觉不一样 郑舒逸 眨巴着眼睛 看着石燕 石燕其实已经为她聊到 有些坐不住了 但郑舒逸一向暗眼 石燕总觉得 周舒逸一会 还会有节目 于是 她的手指暧昧地 在她胸口滑了两圈 但始终没有向下 没法应 是吧 郑舒逸狠狠地 朝房间走去 后脑勺都写着 你给我等着几个字 几分钟后 石燕果然看见 郑舒逸的节目 郑舒逸穿了一件 很是大胆的衣服 那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衣服 因为 好多地方都漏点了 西非都这么卖力地 给她准的节目了 石燕于是放下手中的书 然有兴趣地看着郑舒逸 向她走过来 而她的身体 首先 她刚刚就已经是强怨着了 其次 郑舒逸这件衣服 真的太太太了 伤完两个孩子的郑舒逸 其实变化跟以前不是很大 石燕在外间的沙发上坐着 郑舒逸走到她身边 实际上 郑舒逸之前穿成这样的词束 很有限 所以 她内心还是有点难为情的 石燕 经历总是这么好 郑舒逸对此一直是知道的 而且 这晚她穿得这么好看 更加激发出属于石燕的惊人耐力 于是 郑舒逸到最后的时候 已经开始后悔 自己 为什么今晚 要穿这么一件衣服了 直到她腰酸背痛 直到她汗水淋漓 直到她求饶 石燕才终于休战